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们要求别人帮忙 或者拒绝别人 我们都会用 那么我们要如何分辨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 就是我有请求别人帮助的 请求帮忙洗这个碟子 希腊是用在正序的场合 尊重的 没有请人帮助 例如 进房间时请脱下你的鞋子 这是比较尊敬有礼貌的 没有请求别人帮忙的 三 这就是邀请的意思 例如 是邀请人家来我的家 四 就是要求人家的合作 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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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 来吧 邀请对方做某件事 例如 Mari Kito Kaklas Jangan 和Usa 这是不要的意思 那又要直接分辨呢 Jangan Jangan 阻止别人做某件事 通常是 不要 做某一个动作 例如 Jangan Wang Samba Dishini Wang 就是一个动作来的 Wang 就是丢 可以在这里丢垃圾 一把 Usa Usa 就是 劝告别人 不要去想一件事情 或者是不可控制的事情 通常是 是想法 是情感 例如 不算 Bing Bang Aka Mi Na Aya Bing Bang 就是一个情感 所以这里我们用Usa 爸爸 不要担心你啦 好啦 我们上完这堂课啦 你学会了吗 谢谢大家的收看 记得打开小铃铛 按赞 和分享给你的朋友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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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感谢观看